你说这种方式处理可以吗 其实我觉得刚才女嘉宾回答的 虽然是话操理不操 因为你要让孩子明白的一点是什么 父母的离婚是因为大人之间的问题 不是因为他而离婚的 那么复婚与否也不会因为他而决定 是不是能够复婚 所以你刚才跟大家讲的很明白 我觉得这一点特别好 所以作为孩子来讲 刚才那句话虽然说的是 妈是不可以换的 但媳妇可以换 我相信如果真正的爱你儿子的那个人 一定不会做出来 让他的妈妈为难的事情 这样的媳妇才可以娶进家门 儿子从小 就是我对他那个教育方式 他已经接受了 他大学毕业之后 我就跟他谈论这个话题了 我跟他说 你大学毕业了 妈妈这么多年也就是给你 就是抚养出来了 然后妈妈应该 就是寻找我自己的那个幸福了 所以说孩子还挺正统的 你对这种柔弱是给我们的感觉是 对方来呵护你的话 你才可以立得起来 但是刚才通过情景剧的这个表现 的确让我们感觉到你是一个特别内心刚强的人 这种刚强不是说外表能够决定的 所以外在和内心的这种反差极大 特别赞赏你的这样的一种原则性 但是有点遗憾 刚才我们男嘉宾没有参与其中 对 我觉得可能女嘉宾在坚持的同时 如果这事情真发生了 你再怎么坚持 因为对方不见得是说能坚持了 因为这种事情确实很多 女方的态度也已经表明了 其实我刚刚问了男嘉宾 因为她也曾经经历过 所以她非常的理解 我在这里也想说一说晚辈 其实如果你理解成家是什么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全 而是所有的人都幸福 这才算是一个圆满的家庭 咱们接聊请二位来到我身边 接聊请母女嘉宾 稍坐休息 咱们一会儿见好吗 母女嘉宾下庭了 85分是哪来的 我感觉她呀 就是说 肯定在客户方面太有 哪比赛 她是从工作角度上分析的 接下来进入我们爱的考验 掌声为女嘉宾在一起登场 好了请看大屏幕 大屏幕上出现六道题 在我念的过程当中选择一道问对方 一牵手后会买房子吗 二生活费谁出 三可以陪我一起出差吗 四是否有不良嗜好 五我生气了你如何应对 六最接受不了对方什么缺点 有请我们的四号女嘉宾 选择一道题来问对方 六 所以接受不了对方什么缺点 男嘉宾 就是说不管什么事情 不要给一下子 给别人一棒打死 应该给对方一个解释的机会 是因为你遇到过这方面的困扰吗 我因为 我跟上级来说 我们之间发生过矛盾 然后他非得也就是说 就是不给你解释一个机会 他认定这事就是这么回事 对 不给你解释的机会 3号你嘉宾 5 5 5我生气了你如何你还会生气呢 会生气啊 你生气啥样 先告诉我们咱知道怎么红啊 眼睛眼睛眼睛都瞪老大了 真生气了 生气了 我就是一般都是 发脾气还是不吱声 不吱声了 不吱声了 来吧 对方生气不吱声了 那你要是 就是你这种脾气要生气了不吱声了 那抱一下就好 抱一下啊 是属于那种大抱小抱啊 大抱 公主抱一下就生气了 扔到无外边 扔到无外边 爱生气不生气 谁管你 就是拥抱一下 对啊 哄一下就好 可不可以 消气不 反正就是哄一哄就好了 哄哄就好了 哎呀 这道好哄啊 来 男嘉宾选择一道题 来问对方 我三吧 三 可以陪我一起出差吗 四号女嘉宾 可以 三号女嘉宾 不是三天两天的啊 都半年半年的 空间是现在我在上班啊 上班去不了 有事 有活 来吧 接六四三位来表声听 好了 接来进入到我们最后的选择季段了 有请三位背队背长 好 好 在我倒数三个数之后 做出你们最终的选择 三 我没有退休息 没有 没有那个 没有什么 什么都没有 这个好 不是 保险没有 对 那还是很聪明 因为 因为姐也不是吃鲜饭的 我自己生活费 我再挣不来 我觉得那 我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对吧 那哥也能挣钱 那哥也能挣钱 那费也可乱了套了 二 二 老公今天想去外面吃点东西 老公 我的天 你别说上外边 咱就上班上 我要吃 天下吃点东西 对 你要星星 我不给你摘月亮那种的 哎呦天 还真值得 好食不呀 太好食了 别动 哪那么容易 我一直让你们得逞 爱情是要经过 考验 男嘉宾手中的花 是否是送给我们四号女嘉宾的呢 如果是 请你送给他 如果不是 薄花还给我 好吗 来 请 哎呀 来 牵手成功 牵手啊 哎 对了 来 和下位站到身边 我很激动 因为我没想到他们会都转身 我说实话 我都没猜到今天会牵手 是不是啊 真的 真心 所以说是给我们大大的一个惊喜 对 也是一个意外 男嘉宾啊 转身的原因是他哪一段打动了你 他说的 每句话都打动了 哎呦我的天哪 买衫吧咱 太想了哈 女嘉宾 男嘉宾身上什么品质感染到了你 让你选择他 都觉得三官一样 三官合到一块去了 我跟你讲 就喜欢一个人啊 就他身上无论有什么缺点他都喜欢 你要烦一个人他喘气人都烦 真的 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缘分到了 希望二位能够经得住爱情的考验 一步一步的走下去走向幸福 好不好 来这边的祝福送给二位 谢谢 再见 谢谢 来吧 谢谢